在軍中他有一些缺乏的部分 他大概都要自己掏錢買 这是事实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真正的面对问题 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教招 因为部长也一直强调 我们希望是有实质的一个精良的训练 而且要符合我们的战场环境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教招训练 也说要贴近教场环境嘛 所以可是我们看看实际的作为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一次的教招考察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一次去考察的时候 大概是132人 教招的人数 在营区靶场的旁边 他其实就已经盖了正式的厕所 可是我们又租了27个流动厕所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数量非常大 只有132个人 可是我们租了27个厕所 他原来靶场旁边 就已经盖了厕所 这种规模已经像办登会的 的那种规模 我们要的是这样吗 请说我回应一下 主任刚刚讲的几个问题好不好 第一个讲说有人反应 他以前都没有 现在有 他现在看过去 但我们早期的环境不一样 我以前我也没有 但我们不会拿出去比 环境不一样 这个战备各装以这两年才在大力调整 跟着他的预算以后 一批一批做出来的 发战备各装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战斗部队 然后才战斗资源部队 接着勤务资源部队 而今天教招这些部队都是战斗部队哦 一旦动营他就叫他就战斗部队 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有关于设施方面 我们平常这些东西都在准备 不假如要做秀 委员这样讲的话 对我们教招同学来讲 真的太不公平 而且是陈文跟他讲的 这个灯 真的作战的话 可以关掉了 他说的警告一下 大家晚上夜间要起来 或干什么 都有做考虑 我相信过去去从军的人 或者过去的义务役 大家回去的时候 到现在经过几十年 都还会怀念 因为那时候大家是互相的 部长请听我讲完 没有人说你作秀 作秀是媒体讲的 我们刚刚一直讲的是 你现在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你一个新的制度推出来的时候 难道不会有问题吗 为什么不能接受 如果可以去修正的情况之下 就应该要去修正 因为我想要强调的 因为战斗客庄是两年多前来的 预算没有做 可是 可是你在战时的时候 如果连长辈役 你目前都没有办法攻击 万一 我们如果 部长请听我讲完 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发生战争 你可以长辈役的没有 就是给教招员吗 我们现在跟你讨论的 并不是这个够不够 我刚刚有先提出来 他是顺序的问题 轻重缓急的问题 有些如果你不愿意接受 可以继续做 我没有不愿意接受 但我还跟委员讲到 这个压力有个顺序 院长 我想要请教的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好不好 委员既然认定 他如果战场环境不降 那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已经假设 战场环境 就在我们周边发生 这些动员来的人 我们第一个强调就 他是跟保箱保家保产连在一道的 那作战会有什么环境 我刚刚讲的好 我没打过杖 但我还问委员 我又不是炮弹 隆隆身的 这种状况下 生活过 我生活过 我在金门就待过 三倒双不打 我知道这个严重的 身为母亲 身为我们所有台湾的一份子 我们都希望台湾是安全的 我们更不希望它发生战争 可是我们现在在预想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刚刚提出来的 一直都是 你说 你在战争发生的时候 有这样的流动厕所吗 就这么简单 疫情发生的 部长我们不想在这里 不想在这里证实这个部分